那么保守啊 你能不能改就改啊 姑娘我问问你 你去过她学校吗 我去过她的学校 就是她不是后来不怎么找我吗 然后我就想着去她学校去看看她 了解一下她的生活呀 然后我去她的学校跟她说了 然后她接了我之后 她自己就一个人在前面 特别快特别快地走着 我只能一个人在后面小跑地跟着她 就是路上碰见了她的朋友之类的 她也是固执跟他们说话 把我晾在一边 而且从来没有像过她朋友们 介绍我是她的女朋友 我只是想把我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才去好好地陪陪她 而且到最后我不是着急吗 到最后我都向她介绍过了 不是 她去学校看你好歹应该手牵手啊 怎么你在前面跑得在后面追呢 我得把我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 才能好 我想好好的陪她 不是交代什么呀 就是有些活动 我说我今天我对象过来了 我得陪她 你们把这个事情做一下 是不是 或者今天训练我去不了了 你们自己去搭比赛吧 这样子 你也没有 那也是我三番四次跟你说 你没有跟人家说过 我是你女朋友之类的 你才说的呀 最后我说了 她有邀请过你到她学校去玩吗 主动的 没有 都是我主动去找她的 我也去她的学校找过她 我去她的学校 她就把我带到她的学校图书馆里面 一坐就是一天的 她学习 她还不让我在那儿卸着 我都是周末过去找她 我坐两多小时车 她连手机都不让我玩 给我一本书让我在那儿看 其实我觉得大学生 就是应该主要的也是学习 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嘛 而且她不找我之后 后来我去学校找她 然后她就开始说 我穿得不好看 穿得土 然后后来我就有改变 问她 然后就说先行打扮一番 再去她的学校找她 可是她怎么说的 她就说越打扮越土 以后再也不要去找她了 那次呢是因为生气了 我跟你说的气话 我最后跟你道歉了 再说我说你打扮的土 我也是想激励一下你 让你打扮得更时尚一点 你越越急着容嘛 是不是啊 你不能光学你课本的东西 你是觉得她现在有点土了是吧 我那时候说的真是气话 我觉得她是一个内秀的人 现在提出分手 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共同话题 像两个世界的人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学习 就是为了我们以后发展 以后着想 我现在学习努力 不只是为了我拿到研究生的文凭 更想的是以后陪你去你的学校里 陪你一起念书 以后为我们的未来一起努力 地字幕志愿者 杨茗